大家好,有花友咨询,我们在养长寿花的时候 特别是在长寿花花期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长寿花底部的这些叶片把它剪掉呢 那么平时啊,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是可以适当的剪掉一点底部的这个叶片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底部的通风透气 避免呢会感染一些病菌 但是呢,我们在花期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修剪底部的叶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长寿花在花期它对养分的需求是非常的高的 不管是在花苞期还是开花期 它消耗的养分特别的多 当你的长寿花出现这个养分不足的时候呢 那么底部的这些叶片会首当其冲的消耗这个养分回流到你的这个花剑花苞上面 来促进这个花剑花苞的生长 但是呢,像这种情况下呢 底部的这个叶片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发软发黄干净的现象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啊我们养护的过程中这个肥没有给竹 肥不足,然后植株开花又需要养分 它就会消耗底部的这个叶片的养分来供给这花苞生长 所以底部的叶片呢是一定不能够给它修剪掉的 那么如果大家担心浇水不好浇啊或是底部通风不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增加黄静的通风透气 然后呢平时一定要注意给盆土了杀杀菌杀杀虫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一些病害虫害了 而杀菌杀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盆土里面呢撒上一勺小粉药一勺小白药 小粉药呢就是杀菌的小白药杀虫的 这给它在盆土里面啊一样撒上一小勺就可以维持40天的一个有效期 那我们在后期呢养护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在花期的时候一定要给你的这个长寿花补充足够的凝甲肥 凝甲肥的话大家可以选择用花多多二号或者是磷刷金甲 然后定期给它喷湿 等到这个长寿花啊花苞也开始蘸泵的时候呢 我们再停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养分就会特别的充足 长寿花呢拆花才会更加的旺盛 叶片呢也会更加的油绿 所以啊长寿花花期底部的叶片呢是不建议大家修剪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